汉县帝刘邪,汉灵帝第三子,东汉末代皇帝 在公元181年出生于洛阳,自博和祖籍为佩县,也就是金江苏佩县 在公元189年,董卓废流遍之后,立刘邪为皇帝 董卓被吕布和王允朱杀后,董卓布江、李绝等攻入长安,再次挟持刘邪 在公元196年,曹操又挟持了刘邪,并迁渡到许昌,开始挟天子以应诸侯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操次曹丕继续控制刘邪,随后被迫缠位于曹丕 公元234年,刘邪病死,终年54岁,葬于禅陵,位于京河南省交作市秀武县北小丰村 纵观汉县帝刘邪的一生,所谓生不逢时 从公元189年开始,当了32年的傀儡皇帝 可谓有史以来最憋屈的皇帝之一,也是憋屈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下面简单复派一下汉末皇帝刘邪的一生 刘邪的母亲王荣,出身于名文望族,容貌和姿色甚好 而且举止和气质文雅,深得汉陵帝刘邪的喜欢和宠爱,是称王美人 而当时的皇后是何皇后,出身平庸,靠着不光彩的贿赂手段被选入宫 最后当了皇后,其各方面都比王美人差 看到王美人,得了圣宠,非常嫉妒 所以当王美人怀孕时,怕招惹和皇后更深的嫉妒,就没有告诉灵帝,而是选择暗中堕胎 但不知怎么回事,服用堕胎药后,孩子还是生了下来 这个孩子就是流血 和皇后知道王美人生了儿子后,觉得王美人已经严重威胁到他的地位 所以派人在王美人产后服用的汤药里暗中下毒 王美人服用后,迅速毒发身亡 灵帝闻讯赶到后宫,发现王美人四肢清黑,明显是中毒引起了死亡 调查后很快查出的凶手是和皇后,灵帝暴怒,欲废除和皇后 但宦官曹杰一众人等,齐齐下跪为和皇后求情 灵帝居然最后赦免了和皇后 灵帝怕尚未足月的流血,再遭到暗算 就将流血转移到永乐宫,委托董太后抚养 此时和皇后也有皇子流变 而且比流血年长 但是流变举止轻俗,唯有一搏之君的气质 而自小在永乐宫长大的流血 因为懂太后的精心抚养 所以举止端庄,气度不凡 灵帝非常喜欢 而且齐母,王美人死于非命 让流血尚未满月就成了孤儿 因此更让灵帝心疼和偏爱 晚年时打算立流血为太子 但是这违背了嫡爪为先的皇家传统 所以立太子之事就此搁浅 在公元189年,也就是中平六年 灵帝驾崩,立流变为帝 史称少帝和皇后成为了和太后 至此开始 朝中的重臣和内宫的宦官 开始了夺权斗争 随后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十常世之乱 宦官中尝试,简硕,因拥立流血 导致了和太后之凶 同时也是大将军的和静 因此杀死了简硕 并且照,兵周牧,董卓带兵入京城洛阳 董卓还没有赶到 宦官张让和段归等人便又杀了和静 私立校尉袁绍,五分钟郎将袁术 还有和静的不将,马上带兵反攻,杀宦官迁余人 随后宦官张让和段归劫持少帝和流血出逃 最后在黄河边被追上 张段二人吓得直接投河而死 少帝和流血又被带回宫内 但此时身拥强兵 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达洛阳城 最后董卓的军队完全控制了京城局势 董卓自认为和董太后同族 再加上董太后收养的流血 比流血明显更有才能 随后董卓逼迫少帝认自己为新司空 然后以司空的身份召集百官开会 遇废少帝,并立流血为新帝 百官们虽然非常反对 但恐于董卓的淫威 没人敢做出头鸟 次日,董卓正式宣布废除少帝流血 立当时年仅九岁的陈流王流血为新帝 是位汉献帝 自此时开始 流血开始了自己漫长憋屈的傀儡生涯 自立汉献帝之后 董卓又自封为相国和太师 完全控制了朝廷政权 同时董卓的军队 在京城洛阳奸引掳虑 无恶不作 董卓的各种恶行迅速导致了全国各地的不满 就在次年公元一百九十年 也就是初平元年 以讨伐董卓的名义 全国各地的势力纷纷起兵 事称关东军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此产生 渤海太守袁绍当时被共推为关东军总盟主 开始从东西北三面来包围京城洛阳 董卓此时迫于关东军的压力 开始挟持现地迁都长安 但是这个时候的司徒王允和一批朝中要员 其表面上服从董卓 但是却一直心向汉士 对董贼恨之入骨 在一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一年出平二年 关东军内部开始争夺领导权 以袁绍和韩复为首的势力建议力 由周牧 由于为帝 但遭到了袁述和曹操的极力反对 最后不了了之 这时候 碰巧刘鱼之子刘和在长安城内 并且在县地出认识中 县地此时正小 环都洛阳 摆脱董卓的控制 就暗中派刘和出城求援关东军 但这个时候 关东军内部正在内斗争权 暂时无暇西逃董贼 又一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二年出平三年 司徒王允与钟郎将吕布等人 暗中策划刺杀董卓 吕布本为董卓一子 但是董卓生性暴躁 而吕布有过摩擦和冲突 二人一直有内心隔阂 司徒王允设计了反剑计 挑拨董卓心腹大将吕布 使其同意配合刺杀计划 最后吕布亲自赐死了义父董卓 之后吕布晋升为奔威将军 和王允一起主持朝政 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董卓不将李绝等人 便又击败了吕布 随后占领了长安 并且杀死了王允 控制了东汉政权 在公元一百九十四年 也就是兴平元年 三府大汉 梁价飙升 蝗虫群起 百姓饥荒 长安城甚至出现了 人吃人的惨象 县帝留邪命令 是遇使 侯吻拿太仓的粮食 也就是拿京城粮仓的米和豆 煮粥救济百姓 但因为粮食不足 继续有大量的平民饿死 县帝怀疑侯吻贪污私吞公粮 随后派人取米和豆购五生 在自己面前当场煮成粥 最后发现可以煮出两大盆粥 和侯吻说的有出入 正是贪污事实 最后仗打侯吻五十大盆 长安城中鸡民最终得到了足量的赈灾粮食 在公元一百九十五年 也就是兴平二年 董卓布将李绝等人 虽然杀死了王允 并控制了长安城 但当时是因为王允专权 李绝、郭四、樊仇和张继四人 一直看他不爽 所以齐心协力杀死了王允 现在共同的敌人没有了 自然开始了奔全争利和窝利斗 李绝首先杀死了樊仇 之后与郭四在长安城中 各自拥兵对战 县帝派人劝说李绝和郭四二人和解 二人却不理会 为了争得政治上的优势 郭四打算将县帝劫持到自己的军营 但不知为何 李绝很快就得知了郭四的计划 抢先派兵将县帝 皇后和大臣一众人等劫了去 之后李绝和郭四对战 长达数月 伤亡数以万计 长安城犹如一片废墟 不久之后 原李绝不将杨凤和牛府布取 董城等人带县帝 摆脱了李绝的控制 然后辗转东行 在公元196年 也就是建安元年 时任眼周刺使的曹操迎接县帝 留邪入驻洛阳 曹操由此开始 邪天子以令诸侯 之后曹操脅迫县帝迁都许昌 并且改称许都 曹操试图利用傀儡县帝来一同乱世 县帝刚脱离湖口 又入了郎口 作为一个傀儡皇帝 而且极度抢手继续自己憋屈的傀儡生涯 在公元200年 也就是建安五年 曹操一直大权独揽 县帝非常不满 开始不甘心长期作为傀儡 下密照 让妃嫔董贵人的父亲 车骑将军董城诛杀曹操 董城马上和当时的左将军刘备等人 一起密谋商讨诛杀曹贼之事 不料走漏风生 曹操随后诛杀了董城等人 而且缴死了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董贵人 之后福皇后对曹操又恨又怕 密信了父亲福安 罗列曹操残暴罪行 希望能诛杀曹贼 但福安不敢行动 在公元213年 也就是建安18年 曹操把曹县 曹杰和曹华三个亲生女儿 一同嫁给了汉县帝留血为夫人 就在次年 也就是建安19年 之前福皇后密信其父 服完诛杀曹操的行径败露 曹操脅迫县帝后 然后代县帝写了 背服皇后的诏书 随后派人拿着诏书 带兵包围皇宫搜捕皇后 在皇宫的家墙里 拖出了披头散发 并且赤脚的福皇后 福皇后哭着向县帝求救 县帝流血无可奈何地说 朕也不知自己的生命何时终了呢 最终福皇后 被曹操忧蔽而死 而且县帝和他所生的两个皇子 也被独久赐死 不是宗族百余人也被诛杀 又在次年 也就是建安20年 曹操脅迫县帝立其女曹姐为皇后 在公元220年 也就是颜康元年 魏王曹操去世 曹批继位成为新魏王 虽然当时有刘备和孙权的 不疼不养的范变 但中原腹地的稳定与和平已成定局 建立新朝的时机已经成熟 而曹批本人也没有欺负曹操的道德报复 年轻人的冲动和欲望 也在激励着他称帝 而且同时也有大臣 还去劝说县帝善让地位给魏王曹批 最终在公元220年12月10日这天 魏王曹批逼迫现帝 刘夕善让地位给他 曹批在凡阳亭登上了寿禅坛 接受了玉玺 正式登上地位 我号为位 同时改言康元年为皇初元年 追尊其父曹操为我皇帝 妙号为太祖 最后给刘夕封爵为山阳公 以和类山阳郡为其封国 曹批当时客气地对刘夕说 天下之真 吴与山阳共治 但是当时开始有刘夕 已被曹批杀死的谣传 所以刘夕便以汉氏宗亲的身份称帝 建立了蜀汉 并且追射刘夕为孝敏皇帝 刘夕退位后 刚刚从提心吊胆的傀儡生涯中解脱出来 直接封爵退休养老 开始真正的幸福生活 但是还没死 刘夕就给他声势浩大的吊丧 还追射了封号 真是哭笑活得 在公元234年 也就是魏明帝青龙二年 刘夕并死 终年54岁 魏明帝曹瑞帅群臣亲自前来 户继刘夕 几个月后 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林 最终是号孝宪皇帝 东汉末代皇帝刘夕 自此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纵观汉宪帝的一生 他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君主 只是生不逢时 做傀儡时挣扎过 最后才向现实妥协 虽然拥有尊贵的皇帝身份 但没有军权 所以无法号令天下 因为从东汉的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开始 皇权从皇帝手里开始 渐渐转移到外戚手上 但外戚仍属于皇权集团 但是从汉宪帝的哥哥汉少帝开始 皇权集团中包括皇帝 宗室 外戚和宦官 全部被剥夺了军政大权 这些大权完全被地方军阀控制 所以说汉室的衰落 并不是县帝留邪的责任 他只是没能重振汉室 仅此而已 汉宪帝一生先后被董卓 李爵 曹操和曹丕挟持 在被董卓挟持时 是最不好受的时候 董卓的军队无恶不作 经常扫荡清洗平民百姓 人全部杀光 抢晋英回来 而且经常肆意进入后宫欺负宫女 在县帝面前极为嚣张 根本不给皇帝面子 简直人神共奋 最后被一子吕不戳死 也是大快人心 最后县帝被曹家挟持时 情况好多了 虽然曹操只是利用他号令天下 但在众人面前 曹操对县帝 还是很礼貌的 保留了刘邪 作为一个帝王的体面 而且在物质生活上 也给予了足够的供应 很多人一问 为什么曹丕没有杀县帝 很简单 因为没必要 其中原因有很多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曹操活着的时候 将三个亲生女儿 都嫁给了汉县帝 所以刘邪是曹丕的姐夫 已经是一家人了 而且皇后曹捷极爱县帝 处处帮助并且维护刘邪 曹丕更没办法和动机了 毕竟刘邪已经是亲姐姐的至爱 何况是三个亲姐姐的夫君 最后曹捷还跟随汉县帝 去了山阳县 做了山阳宫夫人 也许这就是真爱的魔力吧 对于曾经被自己父亲利用 且榨干的县帝 曹丕给了他较为优渥的待遇 封县帝为山阳宫 在河内山阳郡内 可以任意行使汉朝征硕 享受用天子的礼节来祭祀天帝 而且特许刘邪给自己写信 可以不称臣 而且刘邪的四个儿子 都被封为军功等 绝制度中最高等的列侯 县帝刘邪在自己的封国内 悠哉地享受自己的余生 从他退位那一刻起 才是他幸福生活的开始 任人摆布 没有自由自在来的书心 最终在封国内活了十四年善终 尚未满月时 其母亲被毒杀成为孤儿 在九岁时被董卓立为傀儡皇帝 前半生三十二年 处在憋屈和恐惧的地狱 后半生十四年 又处在自由和悠闲的天堂 这就是汉县帝流血 既悲惨又幸运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